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港青年频道 我是大眼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两样东西 第一件事就是土耳其现在改口 说到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之前土耳其说到言之作作 说这两个国家是支持一些恐怖的活动 所以就不赞成他们加入北约 但是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土耳其就改口呢 他们土耳其方面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另外就是我们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就即将到来 主席也确定了会在6月30号和7月1号就会访问我们香港 来探一下我们香港的市民 我们普罗大众都非常开心 有主席来到加持我们新一届的特区政府班子 就期望我们香港会走得更好 但是适逢主席来的时候天气就有所变化 正所谓贵人出门朝风雨 所以回归前后的天气就有可能反复无常 我们也担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回归这么喜庆的日子 但是那些黄人知道回归的天气反复无常 竟然就拍手叫好 而且网上还传出一些假的招聘广告 就叫到人家在回归当日出来游行 还说到当日只要肯出来的话 就会有居马费给 那究竟这个招聘广告是否真有其事呢? 还是有人故意在那里散播谣言? 我们转头回来就一一拆解 在影片开始之前 除了要订阅我们香港青年的频道之外 还有一样开心事情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免费请大家畅游为讲 之前有看我们香港青年的节目都知道 我们香港各界的人士为了庆祝回归 都搞了很多庆祝的活动 在我们九龙东这边 九龙东区各界联会 就和民政事务处、区议会等等的机构 一齐举办了一个活动请大家游船河 日子即日起到7月3日 就会有一艘装修得很别致 有怀旧气息的渡轮 在游堂三家村的码头等大家上船 而这极有特色的船就叫东龙号 全国船程约望是45分钟 会带大家去飽览维港的景色 现在只需要填拓报名的表格 就可以参与这次活动 而报名表格的连结 我们就将会放在影片的下面 方便大家可以找到 而大家坐完这艘东龙号之后 也不要忘记 回程会有旅游巴士 可以带大家去到观塘的海滨公园 可以参与那里的岸上节目 所以请大家踊跃支持 我们庆祝回归的活动 当然不要忘记 赞好留言和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就是对我们香港青年最大的支持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想说的 就是土耳其现在就改口 说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之前明明土耳其 对于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他们是表示不同意的 那时候土耳其还口口声声就说到 芬兰和瑞典两个国家经常支持一些恐怖的活动 那为什么土耳其现在要改口风呢 他当中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呢 其实芬兰和瑞典要加入北约的这个计划 在俄乌的冲突之前 老美他们那边已经在密谋了 但是当这个俄乌冲突一触即发之后 这个瑞典和芬兰他们加入北约的这个计划 就正式开始执行 当中遇到一个半脚石 那个半脚石就是土耳其 因为要加入北约并不容易 是要所有北约的成员都同意 这样他们才可以加入北约 现在整个北约的成员国里面 就只差是这个土耳其 他们是不同意的 但是对于土耳其来说 他又可以阻挡到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阻挡到多久呢 因为当整个北约都是同意的时候 再加上美国是在北约里面 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整件事背后都是美国在推动的 那土耳其如果坚持不同意的话 那就是在得罪老美 在得罪整个北约的集团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土耳其 去到改口风说同意的时候 他之前那个不同意 其实就是在扭手 是想为自己去争取一些 个人利益 那土耳其在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当中 他又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呢 首先我们简略地说一下土耳其里面的局势 其实世界各地每一个国家 他们的国安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土耳其来说 位于他们土耳其东部的富尔德族 就是土耳其最大的国安问题 而本来瑞典和芬兰 他们都是支持土耳其境内的富尔德族的组织 所以当时的土耳其不同意他们加入北约 就是因为他们支持富尔德族的组织 但是现在经过老美在中间滑船之后 土耳其和瑞典芬兰几个国家就谈好了 瑞典芬兰就说到他们不再支持富尔德族的武装力量 土耳其一听到这样说 立即就什么气都烧了 既然你不支持富尔德族的话 那我们土耳其和瑞典芬兰就有办法谈 而且芬兰和瑞典如果他们是支持富尔德族的话 在北约的立场来说也是不恰当的 因为北约已经将富尔德族的武装组织 正成为恐怖的组织 所以在这样的情理之下 对于北约或者土耳其来说 芬兰和瑞典在他们的角度上就算是气暗投了名 既然他们是芬兰和瑞典 现在说到不支持富尔德族的武装组织 是一个投名状的话 自自然大家就可以埋队 而且土耳其得到的不止是芬兰和瑞典 他们表明和富尔德族的武装组织过不去 在他们和瑞典芬兰之间 还可以解除武器的禁运 而且芬兰和瑞典他们一直支持富尔德族的武装组织 有可能对富尔德族的了解 尤其是那些恐怖分子是比较深入的 这个时候他们又可以互相和土耳其分享情报 而且有些涉嫌在土耳其搞一些恐怖活动的人士 若然是跑到瑞典或者芬兰的话 他们有权将他们引导回土耳其 大致上这些就是芬兰和瑞典给土耳其的好处了 而另外美国在这件事情背后就是推手 自然谈得到这件事 土耳其也可以在美国身上拿到他们眼中视为的好处 美国有什么好处是土耳其现在想拿的呢? 例如说到早段时间里 土耳其向俄罗斯购买了S-400的防空导弹系统 这个买卖就导致了美国对土耳其的制裁 所以当土耳其的领导人埃尔多安 他前往西班牙的马德里出席北约峰会之前 他就已经说了 他说到他将会推动一项军购案 就是希望拜登批准土耳其买他们美国的F-16战斗机 所以土耳其现在改口风 说同意到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其实整件事就是他们背后谈好 当然这件事土耳其就是要牺牲和俄罗斯的关系 因为在俄罗斯的立场里 他们绝对不会想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这样大大影响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控制力 而且芬兰还要折扬着俄罗斯的边境 距离他们第二大城市圣比德堡真的可以说是 战斗机一起飞就已经飞到了 那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北约之后 当然不少得对俄罗斯的威胁 就是不少得美国一定会在这些北约成员国的国家里 去部署他们的美军基地 但是既然这个富尔德族的武装组织在土耳其里面 是会对他们土耳其国安造成这么大的隐忧 但是现在土耳其的这个举动 又对俄罗斯来说对俄罗斯国安造成这么大的隐忧 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件事之后 普京就会大力支持那些富尔德族的武装组织 来报复土耳其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另外我们想说一下 就是我们香港即将回归祖国25周年 我们香港上下很多市民都非常开心 因为25周年就已经是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回归对我们香港来说意义是非常之重大的 可以令到我们香港人真真正正做回一个中国人 不用再寄人离下 所以我们每一个经历过回归时期的人都非常之开心 但是当然有人就不想我们香港好 尤其是那些认了英国做祖国的人 现在回归即将到来的时候竟然在网上造谣 这两天我都收到不少朋友就发信息来问我 大眼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的广告 就说到有居马费就请人去回归大游行 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事 大家看看我头上的这篇招聘广告 就是我这两天收到不少朋友给我看的了 说明的日期就是7月1号 而地点还要是湾仔的会展 还说到这次大游行的路线就是由会展去到大球场 而当中他们也有规定出席这个活动的服饰 最重要就是当中会有居马费 而且最过分的一句话还说到在游行的过程中 如果主席经过的地方去到辉旗和大声喊口号的话 还会有额外的费用 就说到似层层那样的 其实依我来看这一篇所谓的招聘广告 网上流传得这么快 流到周围都是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抹黑那些真真正正的 是爱国人士搞的回归活动 因为自从这篇东西发到周围都是之后 有很多人是不会理会它是真是假 第一个感觉就会觉得 哦 原来那些回归活动是有钱收的 其实做饶者就是想营造这种感觉 像我们香港青年纪委那样 我们每年都参与回归活动 之前我们都报道过 黑超哥和高sir都会搞一些回归活动 大家都开开心心一群义工出来搞 希望将我们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 带给大家 还有可以教导下一代回归对我们香港来说 意义是非常之重大 我们全部人去到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 都是开开心心 是不会有钱收的 因为是大家自发性出来参与的嘛 但是我们也有些黄丝的朋友 看完这篇东西之后信到十足的 那为什么那些黄人对这类型的谣言是信到十足呢 因为以前他们的黄人出来搞事 出来游行 全部都是有钱收的嘛 所以他们想都不想就信到十足十了 这篇东西很搞笑的 大家看真一点 还说如果有居马费的话 是会经这个银行过数的 而且指明是7月7号过数的 而且上面还有报名的方法 还留了个电话在那里 是真还是假呢 会不会是黄人专专专的电话出来 就去弄估别人呢 所以我呼吁到大家 看到这些这么假的招聘广告的时候 千万不要相信 因为现在的骗徒真是层出不穷 去到最后 我们香港青年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但是大家不要走着 我们片尾还有很多花水 就是关于九龙东所搞的回归庆典活动 也包括 在大家免费游维港的东龙号 希望大家可以过一过快乐的回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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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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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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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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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君 订阅